欢迎收看老宝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 小白天男主继承 潜意资产的荒诞故事 影子大亨 故事发生的年代 华尔街终止年轻起生 充斥着金钱和资本的气息 但与此格格不入的男主 却游荡期间 工作没有找到 愚昧的男主吃完早点 正要离开时 却看到贝品咖啡寺 穿住的招聘广告 那正是他喜欢的工作 一个邮差 与此同时 老摸天大楼里 大公司的高管们 正在开会书前 然而几个亿的收入 都不能让总裁感到开心 他显然懂中外走秀 把长桌当场的梯台 吃力地卖起脖子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总裁那肥胖的身材 对于穿出窗外 总裁自杀身亡 公司的实权 落入董事会成员 穆斯伯格手中 老千巨华的他 判算起如何低价 收购公司股份 故事的另一边 男主已经成为一名 合格的重信员 某日重信的他 误打误撞 闯入董事会的视野 白痴的笑容和无恼的行为 让穆斯伯格 落油所思 于是第二日 无名邮差 集成了好产的新闻 成了诸多报纸的头条 而穆斯伯格相信 白痴男主当上总裁 只意味着一件事 公司的股票 定会跌入冰点 在一阵狂欢后 男主认识了过去的女主 果断顾她当了秘书 可谁知这个秘书 竟是急着乔装 因为厌恶男主 他被地理写文 打似批判公司的荒诞内幕 于是公司股票猛跌 而男主却猛在鼓里 紧接着 男主将自己苦心 故意的发明投入生产 而这发明 便是我们熟知的胡拉圈 但起初人们并没有理解 胡拉圈的乐趣 因而大批的存货 在卖不出的情况下 统统被商店老板丢出床子 其中一只红色的胡拉圈 像只兔子似的一蹦一跳 穿过大些小巷 最后滚落在一个 骨骼惊奇的男孩面前 小孩很快上手 而出各种花样 胡拉圈的乐趣 从此人尽皆知 市场一片哄强 这种去玩胡拉圈的全民运动 快速新权整个美国 就任总统 又亲自制定表彰男主 公司的股票也随时有了新高 这样的结果 令穆斯伯格打跌眼睛 他联盟奖方设法进行报复 希望男主可以跳楼自杀 于是一夜之间 社会与论开始 青岛般大似平安男主 胡拉圈也谣传成了抄袭的财物 从未收过如此台姿的男主 在新年的血液 站在了摇摇欲坠的窗边 而一个狡猾 他真掉了下去 可就在坠地前瞬间 时间竟然撑逝 突然 那个自杀的总裁 以一个幽默的天使形象 出现在男主身边 并递给他一封信件 读完信的内容 男主这才恍然他误 原来公司的全部资产 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于是 电影顺势迎来了最后的高潮 第二日 男主充满信心地 接受了所有股份 与秘书女主也迎来真爱 而穆斯伯格则成了 这荒诞故事的真正牺牲品 跳楼微谷后 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最终 男主的单纯善良和电骂行空 打败了资本主义的 伪力和残酷 也许他生物分文 穷困潦倒 但像故事中所讲述的那样 虽然你的内心 足够浪漫 足够勇敢 你依旧可以拥有繁星 依旧可以拥有 不可思议的美好人生 以上就是本期老包电影 来给大家的内容 老包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别玩 感谢我们 拜拜